特斯拉VS比亚迪信息汇总 2023年10月5日 1.从特斯拉的几件是看特斯拉的护城河 很多人尤其是中国人一种有一种疑惑 为什么比亚迪的销量已经是特斯拉的两倍了 但是市场价值却是特斯拉的七分之一左右 当然,这里面除了智能化、供应链和持续创新 特斯拉是世界的特斯拉 而比亚迪更主要的是中国的比亚迪这些因素外 更主要的是特斯拉具有自己独特的护城河 1.明确的用户导向 马斯克说过 对于市场份额这件事 我根本不关心 我只关心造出全世界最好的车 然后让用户来决定特斯拉的市场份额 2.特斯拉和苹果一样 追求极简化的设计 每个体验点上都做到了极致 特斯拉的设计理念 商业模式、服务方式都与苹果公司很相似 但这不是巧合 而是马斯克不遗余力地从苹果公司挖人的结果 3.几十亿公里的路测数据做为自动驾驶领域的宝贵财富 成为特斯拉一大竞争优势 总之 因为在自动化、电气化、智能化核心技术上的突破 让特斯拉最终成为人们心目中电动车技术的代表 其中 自主研发核心技术 帮助特斯拉拥有知识产权并使成本得以控制 形成了核心竞争力 4.优秀管理层 要想搭上政策的顺风车 需要有全局意识和预判能力 马斯克屡屡拿到美国政府的补贴 离不开他某大事的能力和对行业的精准判断 特斯拉能得到中国政府层面的支持 则归功于马斯克高瞻远瞩的全局观和未雨绸妙的布局意识 5.瞄准用户痛点 特斯拉抓住用户痛点 认为电动车就是老头了 一点不酷也不豪华 特斯拉就对标超跑 造出公里数400 百公里加速度4.6秒 造型酷炫的超跑 颠覆用户的传统认知 一次性饱和式曝光 抢占用户高端电动跑车等于特斯拉的认知 用户认为电动车充电不方便 特斯拉就大量构建覆盖全美的超级充电桩 而且充电站上覆盖太阳能板用于储能 再比如马斯克太阳能公司的用户痛点 用户怀疑不划算和安装太麻烦 他们自己不生产太阳能板 而是向别家公司采购太阳能板 把精力用在解决用户痛点上 当时公司定下的愿景是 不做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 而是要控制从销售到安装的 整个消费者体验太阳能的过程 马斯克亲自帮助表兄弟们 构思了一套业务模式 首先 他们设计了一套软件 用来分析客户当前的电费账单 房子的地理位置和房子能够接收到的太阳能总量 帮助客户确定安装太阳能是否划算 接着 他们成立了一个上门安装团队 帮助客户安装太阳能板 为他们省去了自己找厂家安装的麻烦 然后 他们又开发了一个财务软件系统 方便客户缴费 客户只需要按月支付租费 并且如果出售了自己的房子 这些还可以转移到新的业主手中 如此一来 客户省了很多麻烦 还省了大笔电费 免费安装家租赁模式 让太阳能在市场惨淡的大环境下迅速打开了局面 成为太阳能应用市场的冠军 在这一点上 我们不得不再次佩服马斯克的远见和商业头脑 特斯拉一直专注造好车 并且持续推动降低成本后 并把省出来的利润让利给客户 让特斯拉的份额持续稳定增长 特斯拉只有2-3款车型 只生产纯电动车 大量零部件通用 有效降低了成本 2.马斯克的电动皮卡又跳票了 此前 它的电动皮卡电动皮卡就曾多次跳票 不过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也反映了特斯拉对产品的精益求精和对质量的严格把控 特斯拉一直致力于通过创新的技术和设计 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这次 可能有新的挑战 导致目前在2023年第三季度已不会举行电动皮卡的交付活动 为什么这款车如此受到期待 应该说 马斯克的电动皮卡是一种非常具有创新性的电动皮卡车 它具有一些独特的特点和优势 首先 它采用了不锈钢车体结构和特斯拉自家的电池组和电动马达 具有强大的动力和续航能力 其次 它采用了可调式空气悬挂系统和全轮驱动 提供了更好的操控性和越野性能 此外 它还采用了17英寸触摸屏 具有较先进的多媒体系统 目前 它的价格相对较高 可能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购买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它不像特斯拉毛豆系列那样被广为皆知 而且 它的大小和造型也并不适合所有人使用 可能会受到限制 在技术研发上 电动皮卡的技术优势需要大量资金和人才队伍 这一点很多车厂还不具备 比如 这要绕过目前的燃油车皮卡技术 重新对其进行市场研究和开发 比如在高效 长寿命的电池的研发中 就需要新一代的锂电池或者固态电池 它所使用的电机也不同 需要新的 具有高扭矩和低能耗的电机 以确保电动皮卡的动力性和经济性能 座位移辆拉货的车 对成员和货物的保护也是之前电动汽车行业没有研究过的 更为重要的是 这款车所需要的电池管理 电机控制 驾驶辅助系统等技术都和以往产品有所不同 根据特斯拉官网信息 电动皮卡的售价在28.05横线49.15万元人民币之间 具体来说 入门单电机版海外售价3.99万美元起 折合人民币约28万 顶配三电机车型售价6.99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49万 3.2023年第三季度 特斯拉全球共生产了超43万辆电动车 交付了超过43.5万辆电动车 正如最近的财报电话会议所说 因产线升级改造带来计划内的停产 本季度产量环比有所下降 2023年全年特斯拉的交付目标仍然维持约180万辆不变 特斯拉将于2023年10月18日周三市场收盘后公布2023年第三季度的财务业绩 第三季度特斯拉销量43.50万辆 季度环比下降6.67% 比亚迪纯电43.16万辆 季度环比增长22.56% 彭博社因此发文 比亚迪距离特斯拉成为第一大纯电动车气景一步之遥 财富、杂志发文、沃伦、巴菲特支持的比亚迪距离超越特斯拉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只差3000多辆汽车 4.特斯拉美国官网上线了后驱标蓄毛豆Y 价格为43,990美元 相比于之前4680版本的标蓄全轮驱动毛豆Y便宜3750美元 同时续航少了20英里 百公里加速慢了1.6s 值得一提的是 北美的毛豆Y并未像上海工厂一样升级改款 依旧延续了老款的设计 毛豆Y后驱标蓄是特斯拉中国的主力销量车型 这也是美国第一次上架此车型 Q4的冲刺来了 5.比亚迪前三季度销售新能源车近208万辆 同比增长75.48% 至此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类计销量已超540万辆 动力及储能电池装机突破100GWH 6.今年9月 比亚迪重点出口车型出口情况 1.海豚出口13132辆 继续恢复出口月销破万的好成绩 今年7-9月份累计出口已超过4万辆 2.原普拉斯出口9277辆 今年累计出口已破7万辆 3.海豹出口4803辆 两个月的时间海豹出口超7000辆 无疑 比亚迪已经形成了一纸成规模的系列出口全头产品 7.2023年9月 比亚迪成为巴西市场最畅销的新能源品牌 1.纯电销量 9月比亚迪销量第一 为1274辆 沃尔沃销量第二 为140辆 江淮销量第三位77辆 比亚迪的市占率为69.9% 2.混动销量 巴西把HGV也认定为混定 丰田第一 主要是HGV 比亚迪第四 863辆主要是PHF 3.巴西新能源销量 比亚迪以2137辆排名第一 4.海豚以1036辆的成绩 成为巴西最畅销的纯电车型 原普拉斯为第二畅销的纯电车型 据悉、海欧、SongProDMI和海豹DMI 也已经登陆巴西国家工业局的网站 8.10月4日 欧盟对外宣布 正式对从中国进口的纯电动汽车 BEV 发起反补贴调查 调查将首先确定中国的纯电动汽车价值链 是否受益于非法补贴 以及这种补贴是否对欧盟纯电动汽车生产商 造成或可能造成经济损害 如果两者均属时 调查将审查这些措施对欧盟电动汽车进口商 用户和消费者可能产生的后果和影响 欧盟表示 主动启动这项调查是因为 中国在欧洲销售的电动汽车份额以上升至目前的8% 另外 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将会导致其在欧洲的市场份额在未来进一步增加 在2025年将达到15% 这将会对欧盟电动汽车型业构成威胁 但是 欧盟在官方声明中甚至连自己都主动承认 目前还没有收到欧盟工业界关于这方面的诉讼 但根据欧盟返补贴规则规定 欧盟工业界仍然应该配合该项调查 该项调查包括所有从中国向欧盟出口的酒人及以下纯电动车 制造商包括特斯拉以及比亚迪、上汽、蔚来等主要国产品牌 该项调查将在启动后13个月内结束 但是 欧盟可以从即日起的9个月内征收零食返补贴税 就据说 比亚迪电池中升免费更换需要满足以下这8个条件 缺一不可 第一 你必须是比亚迪的首任车主 如果是二手比亚迪车主是不享受这个福利的 第二 购车后没有在比亚迪亚完成车主认证的不保 第三 如果你更改了车辆的使用性质 用来运营或比赛的车辆不保 第四 车辆不在比亚迪4S店做保养的不保 第五 车辆发生事故后不在比亚迪4S店维修的不保 第六 维修保养时不使用原厂配件的车辆不保 第七 三电系统维修过的车辆不保 第八 任意是2个月内车辆行驶超过3万公里的不保 只要做到以上8条 那么你才能享受比亚迪的三电中升至保服务 这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说可以节省一笔不小的开支 比亚迪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 于是将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灵部件的质保其定位8年或15万公里 而动力电池的电芯则是终身质保 当电池的动力衰减20%就可以免费申请更换 10 去年11月 电池及碳酸理价格逼近60万元每吨 但是最近11月 电池及碳酸理价格一度跌破15万元每吨大关 最低处及14.5万元每吨 创下上市以来新低 之前广汽的董事长曾庆红说 碳酸理价格在40万元每吨以上电动车就没钱赚 如果碳酸理价格每吨下降10万元 每辆车电动成本下降4000元 这么算的话 现在平均一辆车可以比去年便宜1.8万 11.中国网络红人胡锡进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股市不是散户能玩的 谁玩谁亏 老胡两个多月前在3144点进场 可以说是超了个大底 信心满满 他以10万入市 刚开始小有盈利 心花怒放 美滋滋 后来利润回土 再后来被套牢了 不断加仓 最后加到了50万 不过亏损越来越多 现在亏损近2万 他也开始骂骂咧咧咧了 开始怀疑股市到底能不能挣到钱了 如今大盘跌破3100点 马上直奔3000点去了 胡锡进底 早已跌破 老胡进场点位那么低 又有高人值点 还有无限子谈不断加仓 都能亏成这样 何况普通的散户呢 谢谢大家阅读 支持 订阅 再见